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要來玩這隻雷伊傑爾 這隻角色是送的啦 所以每個人都有 可能你們都玩了好幾天了 我剛剛才玩一下欸 玩個兩三場吧 超級任務裡面第一天拿到他嘛 然後第二天拿到他的戰鬥卡 他的特殊卡 好 更正一下 第一天是簽到 簽到就拿到了 然後完成這個超級任務的第一天就拿到他的特殊卡 有點記錯了 OK 那待會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些90等的一些圖鑑 他的技能核心 那要玩他之前就依照慣例吧 今天是11月30號 禮拜一 但是還沒有更新啦 玩的時間是半夜 來開一下這禮拜 累積的一些箱子吧 看看開得怎麼樣 我覺得他那個雷伊傑爾的背景音樂不太好聽欸 那個電音 那開的過程我順便開一些召喚券吧 把他開一開 因為短期間也不會去抽啦 因為沒有紅寶石了 我沒有紅寶石了 那就10張10張開 看有沒有機會開到一些紫框吧 就隨意開吧 反正你主要就是開這些記憶嘛 這些記憶的話到時候可以做通用用 我是這麼覺得啦 不然也沒有什麼用 那些紫框啊 銀框啊 20抽 我稍微記一下好了 20抽 好 有一張 有一張 吧 把這個戰術劍拉OK啦 噢 Miss Big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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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以後可以四星 上盾角 因為我現在 Mr Big 是三星啦 那盾角的話 還是有那個通關的條件需要三隻都盾角嘛 是不是可以抽快一點啊,30抽 不然我怕雷伊捷爾做太久 雖然我覺得他也還好,他技能就感覺比較值來值我 好,40 40抽 反正你就大概抓340抽會出一張紫荒格露架,一隻紫色的啦 大概是這樣,除非你生運氣超差 阿烏斯 沒有 沒有 連五星都沒有 我要等他變神 好,沒變 好,50抽,只出一隻 這個避重券趕快換一換好了 直接skip好了啦 欸欸欸,97大神 好吧 好久沒用他了,好像我的97大神停留在二星吧 很久沒用他,他不太好用 戰鬥卡喔,戰鬥卡有得抽喔 那我戰鬥卡先不抽好不好 有機會再抽吧 因為這個再抽下去花了比較多時間 我今天主要是要來開這些箱子 這個是選擇箱 選擇箱之後再來選吧 看想要換什麼 因為有圓形 四角形和六角形 雖然只有兩個 這個可以選擇嗎 我剛剛是不是開到這個啊 沒認真看耶 這個我好多喔 我建議你不要換圓形啦 因為你比較缺的應該就是四角形或是六角形吧 可能啦,看你 欸,我好像四角形比較缺 這個箱子我也還沒開耶 你們開了嗎 應該蠻多人開了吧 有那個活動可以參加 反正他就是開到一些券吧 選擇券是不是 哇,機率有點低啊 好啦,不然我開開看好了 我也不知道能獲得什麼 給那...啊,不要好了 我要不要去參加活動 不然我開一張好了 先開一張 留著有沒有活動可以參加 藍色的珠子是什麼啊 好爛喔 好爛喔 跟剛剛那個一樣嘛 好啦,不要太期待耶 我不期待耶 那個什麼黑色箱子 那個不用期待 那個可以買啊 商城可以賣 商城有在賣 好,這邊還有首領哥 這個是千道嘛 千道我最後一件再來100抽好了 我先留著 雖然這些東西 這些角色也還好吧 他要首領級別的吧 這些 他龜類是首領 親密道具 我剛剛換了100個抽 稍微換一下 這個有...這個是什麼樣啊 怎麼會有那個時間限制 有時候會出現這個耶 我剛剛好像有打開一些 這種有時間限制人家注意一下 他有4天啊 他用掉好了 雖然現在有時候會提醒 那如果他沒提醒怎麼辦 那不就沒了 他要出bug 把他抽掉 好都沒有 我這樣我是不是... 58抽啊 58抽只抽到一個紫色 有點爛 機率有點低 我剛剛前面是40抽還是50抽嘛 應該是50抽嘛 然後這邊8抽 58抽 只抽一個紫色的 有點慘 有點慘 好不好來吧 今天的話 我就來開那個... 考驗的副本啊 然後隊伍接力賽啊 然後攻回討拔戰 這幾個 好來開吧 我就一次全開了啦 考驗的副本 考驗的副本 就大蜘蛛吧 所以大蜘蛛我就隨便刷啊 他就給我那個二階箱 二階箱就會給這些東西 你就每天打3次 每天打3次嘛 就... 我應該是打6天吧 368隻 可能我之前有先開 開到一個圓形的 然後黃屬性 然後效果是這個 濁山跟暗黑 那剩下就9個垂直啊 加減 然後來吧 那個大蜘蛛開完了 加減打 因為那個只要打35億 就有二階嘛 這個直接跳過吧 我們直接看 直接看 綠色的 濁山跟暗黑 視角 補一些視角吧 哇他要跳上去了 真麻煩 我覺得他應該要把那個畫面固定住 所以我每次要開箱子的時候 我都要先把前面那些東西給開一開 不然就會 比較那個 黃屬性 中毒 流血 然後還有這個 動傷跟電擊 視角跟圓形 HP的喔 開到哪邊了啊 我都忘記了 公會討伐戰 三階的 這又上禮拜啊 上禮拜打那個 不滅的敗石 加減給這個啦 這個金色這個 記憶還可以 那瘸醒石部分 沒什麼好東西耶 你還是得打啦 慢慢累積你那個 累積你的那些 垂直啊 什麼的 那這個是應該 我有打到250億以上 撥滅的敗石 然後 我有打4個這樣 4吧 欸 我不知道耶 這是2階喔 那應該就不是吧 我有點忘了 好 調過 就盡量打 把1、2、4多打一點 來吧 公會討伐戰 公會討伐戰是這樣啦 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公會討伐戰 有可能喔 每天我們打那個 HARD難度 如果你通關之後 可以拿兩個箱子 然後200 大概240 40M以上吧 240M以上 剛剛我好像有講錯 240M 剛剛講那個 不滅敗石應該是250M 不是講250M 我好像剛剛講到250億 我反正這邊可以五階箱 五階箱的話 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開到R 那就來開開看吧 開開看吧 希望有啦 那我就全開了 有嗎 沒有 好像沒有耶 哇 這是運氣不好是不是 有有有有 在下面3顆 我上次13個是開到2顆 這是開到3顆 而且這怎麼都長一樣啊 不會又是上次那個吧 黃屬性的 然後又是灼傷 大偉是多會喜歡給我黃屬性灼傷啊 3顆都是耶 太扯了吧 黃屬性灼傷就 克里斯啊 他的那個神威啊 然後你那個災事也可以用啊 但是災事沒有灼傷啊 沒有灼傷啊 因為它這邊是要平衡型 防禦型 然後攻擊型 喔攻擊型 那我3種都有 剛好都有 攻擊 防禦 平衡 防禦是災事嘛 那平衡的話是那個 克里斯 還有神威 那攻擊的是誰啊 在找找看耶 只是我這禮拜跟上禮拜 差不多啊 運氣 就還蠻慘的 只能再努力耶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慢慢努力 至少可以拿到R啦 好不好 R現在的賣很貴啊 你要去賣到1400紅寶石 呃 商城 商店裡面應該有 這邊吧 選擇箱1400啊 好 1400紅寶石很貴耶 而且這邊也是賣黃色的 啊你怎麼也是賣黃色的啊 喔不是 沒有不是賣黃色 它是 R是長的像黃色的實體的一個 型的顏色啦 六角 黑暗灼傷 暗黑灼傷 喔沒有 竟然是可以再選的啦 竟然是可以再選的 可以選五的屬性 這個要慢慢看 1400紅寶石耶 看你要不要拚吧 而且這個是特價 買了一次第二次不知道價格會變 這個原本100啊 然後之後就跳 跳600 那這是五次喔 可能買完就沒了吧 好結論是 運氣很不好 又開到跟上次差不多的東西 好慘 好啦我主要就是想要開那個 公會討伐站的箱子 其他就還好 我自己再來慢慢開吧 我現在只對那個比較有興趣而已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 今天這期要來玩這隻角色 網友跟我說 他很意外說我突然先玩這隻陸敵 其實我就這樣順著玩下來 我沒有想太多 反正都會做嘛 今天要來玩這隻雷伊傑爾 看一下吧 我已經快覺醒90等了啦 看那個界線突飛90等 還沒現在我在8 還差一些碎片 還差一些戰魂 他是平衡型 紅屬性 我現在才知道 攻擊力加5出發 這三隻好像都這樣 這三隻的隊長都這樣 都是一樣 加5出發很好記 核心的話 掌風 加12% 他的技能23是掌風 稍微看一下 那對方 對象如果灼傷的時候 可以 給所有敵人 攻擊力85%灼傷上來 就有點打團隊的時候可以用 那掌風技能命中時 活5是技能1 所以23可以重置技能1 應該是100% 這邊沒有機率 沒有寫機率 那這是七騎士的標籤 這個上一期我們講那個 露迪的時候也有看到 那這邊有一個那個 不死吧 最近很多角色都有這個啊 有不死套卡 然後他有的是自帶核心 這個是3秒而已 3秒免疫嘛 然後主動技能 重置 可以反打一波 然後PVE專用 那也就是說你PVP的時候不能用 PVE的時候 這好奇怪啊 我們平常都是PVP專用 他這邊突然出現一個PVE專用 就是你在跟人家 玩冠軍聯賽的時候 這個效果就沒有了 就是你HP20的時候 還要再回復30%HP 打PVE什麼時候會死掉 很少啊 很少會死掉 有啦比較懶的那一種 接力賽挑戰 接力挑戰 接力挑戰 接力賽挑戰就會 冷卻90秒 也就是說一場比賽你只能用一次吧 大概是這樣吧 這邊上面是45秒 下面是90秒 90秒超久的耶 幾乎就只有一次吧 原分大概是這樣啦 來看一下技能 技能1 霸體減傷 70% 然後無視對象防守 30% 有點低啊 但是我聽一些網友給我留言說 774的角色去打冠軍聯賽 瞪一瞪一瞪對方就死了 傷害很可怕吧 就技能按一按對方就死了 沒什麼技術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哦 10秒11 11秒燒久啦 然後他用來哪一種 原分可以減CD 減秒數的 所以說 比較久一點 他的技能CD會比較久 加上他的技能都很快 沒有辦法說 像火之劍就一下子而已啦 沒辦法說拖時間 然後他的技能123只有技能2可以打飛啊 比較麻煩一點 應該是只有2而已啊 3的話還要再看看 那技能123這三招都是可以打到地板的 我剛剛有稍微測一下 好 技能2焦熱 焦熱的話超痛啊 通常焦熱都超痛 因為可以防禦率減少 被桌上的對象他的防禦率就減少了 對象 對敵人造成6秒 焦熱 焦熱真的很痛啊 像K啊 或者是那個櫻巢金啊 他們有焦熱的 效果 還有那個誰 漂亮的MAX馬應該有焦熱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了 因為我覺得那個漂亮的MAX馬也是好痛喔 看一下好了 不然等一下講錯 沒有啦 這隻我也蠻想要用的 然後他是櫻巢隊長 他這邊有 灼傷喔 受到灼傷的時候 追加什麼的 沒有他就只有灼傷而已 灼傷跟電擊吧 看起來是這樣 反正我覺得這隻打人也蠻痛的 好 我們回來吧 那 大概是這樣吧 有一個7秒的buff 攻擊力buff 然後這邊 既然命中的7秒自身能量獲得量增加10% 然後敵人的能量獲得量減少5% 我覺得火之劍有點像是發射一個漲風 一個劍震 在敵人前面 但是持續之間沒有很久 好 就是你跟一些像 呼呼暗險的庫拉大冰塊 或者是 夏夜那種 馬球亞他們不是都會有那種光線嗎 啾啾啾那種持續性的那種漲風 他的好像比較短 我覺得 好 我們直接來預覽吧 然後那個緣分就兩隻 好 就配那個露迪吧 這招沒有擊飛 就這樣而已 這招有擊飛 分兩段攻擊吧 用劍的時候是可以打到而已 那火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到地板 照理說那個飛行的軌跡感覺打不太到地板 火之劍是你們沒有看到嗎 因為他出的時候這邊會有很多劍震 然後敵人碰到就會受傷 沒有擊飛嘛 這樣看起來是沒有擊飛 然後這是自帶的三氣必殺 然後抽的特殊三氣必殺比較帥一點 鳳翼天響 就召喚一隻鳳凰然後轉一圈飛到天空再掉下來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就直接進入實戰的部分 因為技能都不能打飛嘛 只有技能可以打飛 所以基本沒有連段問題 沒有什麼連段 就隨便打 看你想要怎麼打吧 我們打個有小怪了吧 然後戰鬥卡我就 先這樣 不要裝 因為裝得太強了 打太快 就先這樣 就先這樣 不然換回來好了 我也是有自己的這邊 這個是 減1.2秒 被打的時候有霸體 有機會觸發霸體 這個是減1秒 然後輪替進來的時候有霸體 不然就用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抽的嘛 有一個是換的 有一個是做的 跟那個 後退坐在那種1.8秒是少一點啊 不被打霸體 觸發霸體 不被打霸體 觸發霸體 這邊有劍 持續時間還可以啊 就是 被打到就消失了 大家再看一次 有劍 有點像那個 像什麼 有一些掌風都是有點像障礙物啊 像雷歐娜那種電球 持續會更久 然後37P3應該也是大範圍 就是不用面對敵人 然後離BOSS超遠都打得到吧 我試試看 喔這麼遠 有沒有打到了 全畫面 反正他有受傷啊 可能受傷不多嘛 看起來是一騎手吧 只能一騎手 因為3的話 距離太短 沒什麼好騎手只是這樣而已 應該要一騎手 突進 然後再接氣功 然後再偷打一下 這樣應該打比較多吧 有沒有 這樣打比較多 所以你還是得 靠近敵人 有什麼死了 糟糕 太強了 傷害太高了是不是 我才測一下而已 我現在這個戰力才12000啦 好啦 再打一場雷歐娜然後就完成今天的遊戲視頻 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 我就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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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可不可以接了普攻吧 你技能1的話你按普攻壓著會被中斷喔 你自己會用普攻擊把他中斷 最好把他打完之後再普攻好了 好 放了個大招喔 風雲天翔 放了個大招喔 風雲天翔 快死了嗎 真的快死了 還蠻快的齁 24秒 24秒 應該說他傷害很可怕啦 主要是有焦熱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遊戲基礎設定吧 他用平衡角比上一期的露迪 我覺得露迪雖然加了很多攻擊力好防禦但是 可能打起來還沒那麼快 露迪沒有負面 他有負面 然後他有一個 濁傷打的時候可以讓所有敵人都一起受傷 大概是這樣啦 那個你們可以再測一下 不然我們來測試看 他說打到濁傷敵人 命中濁傷敵人 可是那個小兵一下就死了 我怕我測不出來 好像有耶 好像有耶 好像有 好像 就他們不是灼傷了嗎 然後打他們的時候 別人都灼傷了 大家有發現嗎 先下來這幾隻小兵 我剛才打那個出來的小兵嗎 用技能2 然後他們灼傷了嘛 灼燒了嘛 灼傷了 然後 我再去打他們 然後其他掉下來的小兵也會被灼傷 85%的攻擊力 還可以吧 就是你清兵的時候應該會更快 你如果再打修羅大法什麼的應該會更有那個效率 我講的是那個核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忘記 看過就忘了 看一下 這邊 攻擊 命中濁傷對象死 賦予所有敵人攻擊力85胖的濁傷傷害 這個可以啊 那反正技能123嘛 然後 如果我重置的話 他100%重置嘛 就1231 所以技能應該就是1231吧 試試看囉 沒關係我們現在25分鐘 不要打完我就稍微試一下技能1231這樣 比較記得他有一個重置CD的 1231 121 重置 重置了 剛剛我是1213 我這樣按 然後他等20秒 好 有有重置 百分百重置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就玩了這一隻雷伊傑爾然後還有開了我的一些 召喚券然後 沒有抽的很好就抽到一隻大小姐 然後石頭的話也開不好 哇石頭真的開不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最後來回顧一下我上次也是開到兩個嘛 然後這次開到三個 然後找一隻 隨便找一隻吧 覺醒石 管理一下這邊 這裡 全部都是雅 長得一樣啊 4顆 欸我上次開到幾顆啊 對啊這邊還有 這邊是四角 圓形的話沒開到嘛然後四角的一顆 平衡的 然後六角的我現在有四顆都是黃屬性他到底是多愛我用黃屬性 黃屬性 找不到的話這個可以給那個 這顆可以 可以給一些攻擊型的用 如果你真的沒有 沒有的話 我來找一下 我來找一下 好我剛剛看了一下 圖鑑吧大概就沒有 黃屬性 著傷就只有神威然後克里斯然後還有 泳裝 泳裝不知火 就這三隻 所以那個石頭的話就只能給 你的看你是要怎麼用吧 防禦的話給摘事啦 攻擊的話我就可以給女靈 我可以給女靈用 這邊可以用 當然就沒什麼用啊 要練到10等 好多垂直喔 應該可以加不少戰力啦 這顆 先這樣吧 OK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囉 如果我有說錯的地方或是有其他建議的都可以給我留言 對這隻雷伊捷爾的一些 想法都可以我都會看 我都會看大家留言啊 有空就會回覆大家這樣子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我們下期KOF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